全红禅是中国跳水运动员,她在东京奥运会上横空出世,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姿态拿下女单十米台冠军,就此人气暴涨。 过去这两年,全红禅先后拿下过多次国际大赛冠军,包括杭州亚运会冠军。 人气持续高涨的全红禅也得到官方认可,目前已经入围春晚的邀请名单,有机会登上春晚。 曝光的具体邀请名单里,除全红禅外,其他入围的优秀运动员还有国拼的马龙、游泳队的张宇飞以及田径队的苏炳天和吴燕妮。 这其中,马龙和张宇飞也是奥运冠军级别选手,他们都是中国体坛的骄傲,全红禅将有机会和这些优秀运动员们同台演出。 过往有过运动员登陆春晚的经历,例如游泳队的复员会,以及中国冰雪队的东奥冠军得主五大镜、徐梦陶和高婷宇。 更早一些的春晚节目里,还有过刘翔、郎平以及邓亚平等人的身影。 综合来看,运动员上春晚并不奇怪,而全红禅的形象也非常正面,年少成名,在家庭背景普通的情况下一路逆袭成为奥运冠军,其个人性格淳朴真实,由此得到很多人的喜欢,让全红禅登上春晚相信会得到大量网友的关注,将体现全红禅强大的影响力。 对于全红禅来说,她很少单独参加公开活动,每一次中国跳水队的商业活动安排,都会让全红禅和其他师兄师姐一起出席。 此前,她就曾和师兄王宗元以及师姐陈一文到广东合园做活动。 倘若最终真的入围春晚名单,这一次全红禅就得依靠自己了。 16岁的年纪,全红禅完成了多数人无法达到的成就,成为一名奥运冠军,世界冠军。 如今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正面人物。 但全红禅有如今的成就并不容易,竞技体育向来很残酷,能够成名的运动人必定是付出无数汗水。 全红禅身处的中国跳水队更是号称梦之队,内部竞争激烈。 全红禅能够一直保持高水平,只能说她一直都很努力,压力并不小。 未来一年时间,全红禅将专注于备战巴黎奥运会,她将尝试未免拟担十米台。 这个目标想要实现并不容易,希望全红禅能够做到。